嗨,大家好呀,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听起来很科技 但其实很有趣的话题,N大型语言模型,简称LLM 哎呀,说到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寂寞声又好奇呢? 别担心,跟着我一起,让我们轻松了解它吧 你可能会好奇,什么是大型语言模型呢? 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超级聪明的机器大脑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言 甚至自己创造出文字来哦,想象一下,它能写文章 回答问题,就像一个学富5G的小秘书一样 让我们来聊聊MIX Pro 8x7b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它不仅是目前最快,最快,最快的大型语言模型之一 而且在速度方面几乎无人能敌 起输出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接近500Token,S 想象一下,如果你问它一个问题 它几乎可以在你眨眼的瞬间给你答案 速度快得不得了,但嘛 就像我们有时候,急急忙忙说话,可能会说错一样 它在追求速度的同时,有时候也会犯一些小错误 不过呢,这并不妨碍我们体验它带来的快感 然后是Large World Model,简称Loon 这个模型就像是一个了不起的全能选手 不仅能处理文字,还能懂视频哦 它在规模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能够处理高达100万个令牌的上下文 这让它成为了迄今为止 最大最大的大型语言模型之一 想象一下,它能够理解一个小时长的YouTube视频 并且回答相关的问题是不是很厉害呢 而且,它还能根据你给的文字提示 创造出图片和视频 简直就像是一个艺术家和导演合体的存在 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 这两款大型语言模型既神秘又迷人呢? 它们的出现,不仅代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无论是MIXTRAW 8x7b的闪电速度 还是Loon的全能才华和巨大规模 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我会把它们的论文和试用放在下面的描述评论区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通过这个视频 对大型语言模型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兴趣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请关注我 我好不容易找到那么可爱的声音 我们下次见,拜拜